8月14日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 在ChinaU中美物流公司 举办首次商会理事互访交流活动 这是该商会6月份正式成立后 实践该商会务实创新理念的一次会晤活动 并将定期举办商会理事互访活动 我们做了我们的第一次理事互访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中美物流集团 董事长谢少华先生的公司 那么他负责的是这个中美物流 那么我们的话呢 今天是第一次的理事复访 在他的这个公司 他介绍了很多我们这个中美物流 在中美贸易战下面的一些情况 创会会长王爱玲 携副会长林江 王志 爱东 风书宇 周雄伟 财务长陈娟 事务长夏奇桿 常务理事许瑞一行 与ChinaU中国物流董事长 商会副会长谢少华 ChinaU中美物流首席合伙人 行言就中美贸易现状 及ChinaU中美物流公司运营情况进行座谈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 理事护法选择我们企业 给了我们企业更多的非常好的建议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后续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力 中美物流集团ChinaU 提供最完善的空家派海家派服务 为中美贸易之间搭建一个和谐 快速稳定高效的平台 ChinaU在未来的三年 会打造最专业的亚马逊拼运平台 我们将致力于打造一支专业的亚马逊派送团队 来服务在美的华人物流企业 赵华董事长介绍了ChinaU专业FBA运营平台的设计流程 全美布局及战略发展方向 在中美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 倾全力打造出ChinaU专业FBA海运派送一条龙的产品 运输时间短 费用低 操作专业以及个性化需求定制 真正解决Amazon卖家真实痛点 在同行业中率先提出了打造物流Uber平台的构想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